好來 繼續來看這個空氣污染 說的應發到 台中有一個醫師 前後做五年的研究 發現冬天的空氣污染 是應發到 地霧燈的因素 因為這個不好的空氣 可能會影響到 殿民的品質 地師萬性欠用 應發到地霧燈 另外這個結溫到架氣壓 也是原因之一 這個研究也來頂集到 國際紀刊 有醫師比對 離空空九年到 離空三年初期 發現每年一月二月 有限壓起來幾年 比百多月分更更 研究五年結果出來 發現原來會影響 有限壓起來原因 和空氣污染有很大的關係 一二月的病人數是高於七八月的 病人數是有高一層左右 醫師說研究發現 教員 醫用化團 醫用化澱 地用化澱 PM2.5 都是引起 入行壓起來的因素 因為空氣不好 可能讓 庫民的品質變壞 可能當時 才會無法好好穿起 萬性欠傷所 就讓入行壓起來 天氣能是會影響病人的 氣溫 氣壓 日照度 還有那個雨量 天氣變化 會影響大腦神經 讓入行患者 精速極動 精神壓力大 這也比較會讓入行壓起來 當過是入行發作的高風氣 要使用患者 一定要注意天氣變化 趁熱熱 吃到吃了 另外也要睡給飽餅 不然讓天氣 這是天氣冬的時候出門 這樣入行發作的紀錄 才會降機 是天氣冬